整形一夜之春秋 今天在大同医院 我们请赖亚威医师 来跟我们讲讲 今天非常一个特别的案例的议题 叫甲膜软说 来 赖医师 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赖亚威医师 今天很开心在这边 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什么是龙母后的甲膜软说呢 那就是像绑贴肠惠儿说 我为什么做完胸部之后 会变成像石头一样 人家说石头奶 然后是固体的 是硬的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医学上面 所谓的甲膜软说 有一个案例很特别 一次龙母做了八次 八次都产生甲膜软 在你手上让它恢复回来 这个案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的为什么会有八次的问题 八次甲膜软说 而且它的这个甲体到底是用了哪些 基本上呢 这位患者其实是 他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患者 那他其实在二十岁左右就开始萌入 那当时呢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 淹水袋 淹水基础的淹水袋 就是里面灌生理石研水 它是光滑面的 那在那个时代 其实也没有我们所谓的内视镜 那根据他转述啊 其实他蛮辛苦的耶 他就是放了生理石研水袋之后 他又在做重修手术 那重修手术完之后呢 轮到三个月又再变硬又痛 形状又很很奇怪 就是一高一低 然后完全是硬的 连跟先生在一起都没有办法 那后续呢 他又换了医师 那也换了材料 又很不幸 就是换了我们所谓光滑面之后 又产生血腫 那又在经历了第四次的手术 那再加上呢 不停地重修 所以他腋下 乳原下 乳云 全部都有疤痕 是 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 小朋友比较大 他也开始有比较 就是想要有比较顺常的社交生活 那在家人的鼓励下 就是来问问看说 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方式 解决他这个夹膜软梭的部分 夹膜软梭它会发生这么多次 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 那它已经发生这么多次了 为什么它还敢这样做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夹膜软梭 基本上是一个生理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的外来屋进来之后 我们身体会产生一层膜 去包覆它 我们在分级上面有分 夹膜软梭第一集第二集第三第四 那我们处理的方式 假如说只是第一第二集的部分的话 它是不会疼痛 外观上面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异状 那这时候就会靠一些 比如说按摩啦 或者是一些维他命E 那假如是到第三第四集 你就是说 它已经被我变硬了 不会动了 不会晃了 那第四集 甚至是患者连你不触碰它 都会有疼痛的感觉 这时候就会需要到外科手术 介入来处理这样的状况 那既然有发生过这么多的夹体 它都产生这个现象 在你这边 这时候因为有新的夹进来 你放进去 你不会担心说它还有这种可能吗 因为夹膜软梭 是不是一种体质的状况 我们刚刚有提到为什么会形成 因为它是生理的一个反应 你一直激活它 就是过度的去形成包膜 它才会变硬 那怎么样会形成这样子的刺激 第一个血水过多 那也就是以往它没有内视镜 它没有办法确实的止血 这时候它就容易产生我们所谓的夹膜 第二就是说我们以往 并没有好的仪器 可以直接就是把家庭放进去 但现阶段有一个叫做 no touch technique 它就像一个挤乳带 像奶油花一样 我们的家庭从盒子里面出来 它是完全不会被我们碰触到 就植入体内 就从人家慢慢挤进去 对 我们的手是完全不会碰触到 这样的什么好处 降低我们所谓的聚落素 那就会降低我们所谓的感染 再加上比较就是进步的加剂 就是我们这几年比较高腾动育的加剂 大大降之有我们所谓加膜完所有的几率 您在做这样的手术 因为当你知道它有这样的一个病史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会不会担心 它已经做了这么多次 即使新的东西 它会不会担心说我还会有这种情绪发生 手术之前我们其实花了 我花了非常多时间跟周围患者沟通 素前的沟通 对 你确定你真的想要再试试看吗 讨论了大概两次吧 两次是将近半个小时的就是咨询 那患者其实最后是给我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 他说我已经就是这样子二十几年了 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胸部这样子 我等出去我都没有办法去泡温泉 也没有办法穿正常的内衣 那无论成功或失败 我今天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 就是术后也算是蛮成功的 因为这个患者术后已经满一年半了 賴医师你做了这么多的案例里面 你没有发现到夹末末术他虽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会不会有几个特别的原因 是你有归纳出来的 其实最近啊 夹体的进步还有那是进肢血 还有其实患者对医师也很要求 医师对自己也很要求 已经是大大降低了所谓的夹末而然收率 那其实统计下的夹末而然收率 是少于一%左右 那在我的手上呢 夹末而然收的患者通常都是龙虎再修 龙虎再修它是有比较高几率的 夹末而然收率 第二个呢是我们所谓 是所谓乳癌重建的患者 他后续可能需要做一些疗生 比如说电疗 他需要去照我们所谓的放射线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增加我们所谓夹末而然收的情形 那也因为说乳癌重建 他不是单单的把就是鼓动放进去 他中间还要做一个就是乳癌切除的手术 那这时候只要拿掉就是我们乳房的部分 他的血水就比较多 所以就是相较之下 几率就会比较高一些 我们都知道 熔乳手术里面最担心其实就是 夹末乳酸这个问题 那在你做这么多的熔乳手术里面 你有没有尝试过说告诉患者说 预防夹末乳酸的几个步骤 或方法来最近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所谓患者能够做预防夹末乳酸 大概也不外乎于其中 避免出现 避免感染 所以第一 术后呢 不要前面两周不要搬重物 因为我们搬重物的时候 血压伸找一些小血管 就会容易出血 不要搬重物 对 出血的话那就是跟我们刚刚一样啊 你出血之后身体反应 就会开始有一些 我们所谓免疫反应去包膜它 那第二呢其实我们在外来物 记录之后呢 手术完之后呢都会开给患者 所谓的预防性的抗生素 这个要吃就是抗生素的部分 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要有 规律回诊的状况 因为夹膜完之后它不会突然一天起来 就是我的胸部变石头才不会动 它是一个过程 因为它是我们一个免疫的反应 经过处诊 或者是像我有时候会做超音波 去看夹膜的厚度 假如是觉得比较紧 或者是软化速度比较慢的话 我们是可以吃维他命E 预防它夹膜完之后 那急性期过了之后呢 其实适度的按摩放松 也是一个预防夹膜完之后 不错的效果 是 谢谢我们赖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个夹膜软硕的这些前中后 所产生的这个问题 还有它给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味觉 谢谢 谢谢赖医师 谢谢 感谢